叶子制糖你听说过吗? 东北地区有一种植物叫做田叶菊 自上世纪70年代从南美洲引进我国 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培育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田菊糖甘生产国 田叶菊制出来的糖糖度高 但是热量却极低 甚至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挚爱 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东北地区是田叶菊的主要种植基地 晚秋时节 田叶菊就已经收获完成 但是制糖的第一步是需要将晒干的田叶菊进行枝叶分离 传统的分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阴雨天气还会给农民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受到这一问题影响的东北大叔 发明了一台田叶菊拖叶机 机器主要通过吃料口 将晒干的田叶菊运输到轴流滚筒内 再由滚筒内的斜向钉齿击挡 形成干叶分离 长节感由钉齿抛出机外 叶子和短节感由网形筛落入传输带 经过二次脱落 最后被送入收集带 为了实现机器的自动化味料 新型拖叶机采用螺旋叶片进行物料输送 一台机器可以完成30个人的工作量 是人工分离速度的10倍 解放了农民的劳动量 为他的发明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